迈克尔乔兰也爱去维加斯打牌 但好像啥是没有啊 他资金丰富啊 而且这个迈克尔乔兰 当年那会儿也欠了不少赌债 曾经也陷入到一定程度的财务危机 因为再找那会儿他没挣这么多钱的 就是当时那会儿甚至迈克尔乔兰打的天桥 他都不还了 差一点就危机滋涉了 这个事儿目前也是NBA历史的一大悬案 就当前那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迈克尔乔兰突然间两年不早 给出的表面理由确实是有 那说是自己父亲居士实际上乱七八糟 但是也有隐含的 你包括当时甚至有人尝试将迈克尔乔兰告上法庭嘛 你看迈克尔乔兰欠我多钱了 当时应该欠他五十来万还三十来万 不给了 打的白条 我数次找迈克尔乔兰就是不给 白纸黑事 你有确定的这个字据放在人手里 你都不给了 迈克尔乔兰你可见当时财务环境应该是比较差 因为那个年代迈克尔乔兰挣不了一年三千万 他工资一年就三五百万 那你要是染上赌博的话 大笔的钱你都往来数 而且那个年代代言费没有那么高 当年迈克尔乔兰刚刚攒了头角 他不像说后来啊 球王之之名已经奠定 那耐克相关的鞋各种销量 这个网上一怼一年能挣一个亿 当年迈克尔乔兰打球的时候 他赞助费用没有这么高 挣不了这些钱 所以那会据说有赌博传闻 那NBA后来仔细私下就把他给劝退了 先解决财务问题 具体怎么解决不太清楚 或许NBA官方拿出一笔特殊的应急资金 拿个三千万给迈克尔乔兰还赌债 如果说真有这事的话 NBA干出来的话 也不亏呀 迈克尔乔兰禁止招牌吗 当然这只是猜测 但当年确实有传言 说迈克尔乔兰欠一屁股债 有人确实追讨 但是迈克尔乔兰不还 当时我记着 什么叫胡说 我不讲了吗 猜测当年有传闻 确实有债主 有迈克尔乔兰欠下的字举 这都是事实 最后是不是他这事闹那么大 那不太清楚了 但当年确实有这种传言 谁知道是这件事情 但当时确实 就是讲迈克尔乔兰 推议是不是跟他赌博有关联 你仔细看 当年经历过这个十年前 你都清楚 当时确实有这么一码事 这事看起来确实挺异常 因为人确实是有这么 你自己去查聊 当时有人说 迈克尔乔兰他当时欠我一笔赌资 他没给 有字据的 我联系了迈克尔乔兰 他不还 那具体什么原因不还 那不太清楚 那你要是黑字白字 不是 白字黑字都写着呢 把柄攥在人手里 你不还 那谁知道什么原因 那不清楚